五光十色的洛宇松点灯 配上夜间灯光音响和水舞秀 被宜兰三星夜晚点缀出美丽色彩 不过这样的在地观光活动 却疑似成为收受回扣的管道 这位大口吃兵的宜兰三星乡长李志勇 被爆出涉嫌受贿 图立特定厂商 根据检方调查 李志勇在2019年涉嫌受贿 内定行销活动厂商 得标六十五万元的三星乡 华海周边异象级布置工作 以及一百五十万元的三星乡 连接接警布置 即安东西洛宇松秘境夜间广廊工程 期间李志勇涉嫌将乡公所标案 分拆成好几个十万元以下的小额采购案 以规避公开上网招标 并透过特定厂商 转包给分拆账的水电商 来开力不时的收据发票 以立李志勇讹诈乡公所 2019年底的剩余款项 不好的一个示范 身为乡长应该这个部分应该要避免 那也要诚实的来面对这个司法的调查 投标的时候就也都没有厂商来投标 只有他一间 当然就是在低于底价 然后就准以绝标 开发票这个事情 我是没有参与这个事情 所以这件事我就比较不清楚 回扣案件如雪球般越滚越大 除了需要等待司法调查理清 相关人士也必须尽快对外说明 华尔新闻 陈亚玲世界环报给您崭新誓言